巴贝特向他母亲借了十几美金 买了个石油的股票 巴贝特买了三股 买完了这股票就往下跌 十二岁巴贝特脸跌的都没孩子样了 等着等着 终于这股票涨回来了 总价涨到120美金 巴贝特赶紧抛出去了 可解套了 竞争了五美金 你这邪门 他这一抛出去 这股票蹭蹭蹭蹭蹭 一个劲往上涨 巴贝特长都会蹭 所以你看巴贝特一开始炒股 和我们都一样 一买就跌 一跑就涨 都一回事 巴贝特一看干股票 这自己本小 这么刺激的玩不了 巴贝特后来就改送报纸 然后送报纸挣的钱 买成单子游戏机隔离发店 跟老板分成 后来巴贝特就一点一点的 把送报纸的线路扩大到五条 多挣钱 他要感冒来 他妈给他送 他送了送 一分钱都得给他忙 我雇你 所以到巴贝特后来上中学的时候 他一个月能挣175美金 比他老师挣多 后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1000多美金了 用这个钱买了一个农场 那会农场便宜 然后再租出去 那么巴贝特呢 我们也都知道 他后来重新刷回股市 他已经20多岁了 大家注意一点 巴贝特炒股 咱们都说价值投资 什么价值投资 很多人说那就是买股票 搁手钻着不动 等10年20年 他涨上来了 那你要这么想 你就太小瞧巴贝特 而且巴贝特 不是说是总是恒定的 搞价值投资 你看巴贝特有一个事 特有意思 那时候美国很多人赛马 巴贝特呢 到图书馆找了很多赛马的书 东传西传 剪刀 浆糊 沾一块 传了一本叫 《稳健之选》书 卖给那些赛马 60年代末的时候 美国呢 有一种优票 叫蓝营优票 上面是个老鹰 蓝色的 结果呢美国优优公司 叫回收 就这优票不再发行了 巴贝特给回收 这可有收藏价值啊 这得干一条啊 巴贝特当时花了 两万五千本 收了六万多张 这个优票 一张是赐美分 他以为攥的手能升值 没想到进了手 他把这价刀炒上去了 市场价子憋起来 门接盘 亏自个儿手 亏了不少钱 巴贝特就发现 还真不行 为啥 来一个优票 张数太多了 你像咱们以前说 猴票值钱 那因为印的手 油票一亿多张 他不值钱了 所以巴贝特那时候 认得到 价值投资的核心 我算这东西得有价值 所以巴贝特 他的所谓价值投资 搞强限 重视投资而不是投资 也是从数多的产重 教育里面回来 股神巴贝特 身患癌症 巨额资产 到底谁来继承 昨日的无名暴同 竟成为今日股市霸主 82岁的老人 如何造就了股市神话 股神的价值理念 浅显易懂 为何却无人能够复制 他的成功 本期老良观世界 为您解答 再找一个巴贝特 太难了 说到巴贝特的价值投资 其实很多中国股民 已经对这个四个字 有深入骨髓的一些领悟 你看我在网上 就看到很多网友 在微博里 发表了对价值投资的看法 我们来看几条 第一位朋友说 巴贝特价值投资的概念很简单 几分钟就能说起来 就是不求速生 但求复利的 滚血球式的方法 可是你要做到这一点 先决条件 那是太难了 第二位朋友说 巴贝特是看透了 投资市场的本质 他基本上不看大盘 可是对于普通股民来说 不看大盘太难了 就好比引君子戒毒 第三位朋友说的更形象 说巴贝特的价值投资 就好比武侠尔说里的 武林的名门正派的武林 你练个五六年呢 不见什么起色 十年二十年呢 威力也一般 可是三十年四十年 那就化腐朽为神奇 那么我前面说 巴贝特从小到大 这经历你看看 巴贝特也没有从上辈 从家里继承什么 全是自己创业 所以他也不希望自个儿的孩子 接到无数的财产 而不会自己创业 如果我孩子天生就紧于玉石 那没意思了 我应该给他留有创业的空间 所以他不肯把财产给孩子 这是很重要一个层面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 美国那遗产税中得吓人 比方说我要给他个大宅子 值一千万美元 这孩子得交五百万美元 来当做遗产税 他拿不起 索性就捐了得 他这个老大霍华德 为什么被巴贝特选中 无非是看着老大呢 性格忠厚 本分也能够守得住这摊 而且人家不是为钱 这是义务的不拿薪水 就你得把自己父亲 巴贝特这牌子给我保持住 所以他才这么选 那么当然 巴贝特他选接班人难 恰恰难在这个投资总监这 就他要找这么一个 秉承他价值投资理念 不亏钱的 始终保持投资成功的 说可太难了 所以这也涉及到一个话题 咱们好多电视机前炒股的朋友 哎呀 巴贝特股神 我得跟他学 学什么 学价值投资 那么到底什么是价值投资 就是巴贝特这个理念 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怎么学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要说根就是低买高卖 这股票很低的时候 很便宜我买进来 高的时候我卖出来 说白的价值投资就这么简单 就是做生意 左手是买 右手是卖 中间搭个桥 上面写的钱字 就这么简单 可是简单归简单 巴贝特这种操作 你一般人可学不了 而且他获得的价值投资里面 那是经过一些教训得来的 而且也是他自己独特的投资眼光 带来的 你看有一点 咱们很多人都想不到 说挣钱是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废话 当然牛市了 熊市你看都赔钱 恰恰巴贝特相反 巴贝特钱 尤其大钱都挣在熊市 不是牛市 有点很信任 张扶桥 有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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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 没有 这两个人 有点头 那么 都不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挣我看懂的钱 巴伯特为什么投资可口可乐 为什么投资中石油 为什么投资华尔顿邮报 像这样的报业 巴伯特对这个传统行业很熟悉 我们会发现巴伯特一辈子 没有投资过IT行业的予料 就是巴伯特认为 你这甲骨文 什么微软 苹果 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盈利磨水 我不干 就我只挣我能看懂这钱 这个说咱平常有些朋友都说 比方说 说你干嘛的 我开码码的 我开个商店 挣钱了 说挣钱这钱 媳妇跟他说 别留家里 投资吧 玩基金玩股票 赔了一塌糊涂 这就是你开商店 做这个码实体你强项 炒股不是你强项 你挣了钱 你用来炒股 干着自己看不懂的事 你别看有的人 天天在这看大帆 跟看田叔似的 他不见得懂这个 他要有这经历 你说你再开个商店 干你强项好不好 何必扔得你不熟悉的 哎呀 投资基金 满大街寒的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什么叫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理财的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理财也不是就是 投资股票基金的 多了 我随便干点别人的生意 也是理财 这不矛盾 所以巴布特 只挣自己能看得懂钱 高 实在是高 第二 巴布特认为 我买什么 比杀手买的重要 巴布特小时候 收集饮料瓶的盖 最后发现 可口可乐 喝的人最多 所以他认为 这个股票好 只要好 可口可乐 公司能盈利 无论世界怎么变坏 人家喝汽水啊 吃口香糖 这个习惯不会变 所以巴布特认准 这个东西有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 没问题 所以我就买 我改一个 它第一的时候 我就进来 第三个理念 大家都知道 就是别人恐惧 说你贪婪 别人贪婪 说你恐惧 巴布特在1969年 美国股市崩盘的时候 也是68年 把手里股票都扔了 大伙都纳闷 挣钱你怎么不干 巴布特说 我就觉得不好 大伙太贪 长到这程度要有事 这是巴布特一种直觉 当别人贪婪 说他恐惧 可最后70年代 都不挣钱了 大伙都跑了 巴布特一看 抄底板 这时候他回来了 别人恐惧 他贪婪 大量吃劲 这个理念 咱们实事求是说 好多人学不了 为啥学不了 别人贪婪你恐惧 咱们能遏制住 我们贪婪的心吗 眼看着就挣钱 你不进家 你不往前闯 这是人的本性 就是巴布特能炒股 不是他炒股技巧多高 而是这个人的素质 就和赌博式的股市 非常吻合 再有你看 别人恐惧是你贪婪 大伙都吓得要死 赔这样 你还敢买吗 而且你就是想买 你前面已经满仓了 亏的这程度 不割肉就不错了 你哪有钱补仓啊 所以说 巴布特的价值投资 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梁管事街 您有什么看法想法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我们新浪微博官方地址 和我们联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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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